方拉手下的大将军吕师堂,奸诈百位,这家伙精明,老有点不放心,要派他的司党下船去检查,真要一检查就得露馅儿,能不露馅儿吗? 穿舱里都是送秧的人吗?穿的也不一样,那到那儿看一眼就露馅儿了,哎哟,李军和柴晋,心里顿感到紧张,怎么办?实在不行,破府沉州,撕破脸就得干了,哎,正在这儿关键的时候,一匹快马上了山了,骑马的人高声喊吓,大将军,上旨到! 让你回城接纸啊! 大伙都听清楚了,李师囊一愣,上旨来了,哎呀,我得马上回城接纸,先等一等,等一等!这样吧,沈刚,潘文德,应鸣,徐统,张仁,沈泽,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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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六位留下,严密监视江岸的情况,没我的话,不准江北的人登陆,没我的话,不准随便放行,懂吗?明白,明白! 还要去接纸,哎呀,这哥儿俩一看,我们怎么办呢?大将军,那我们呢? 你们跟着我吧! 他就带着混江中,李俊,小玄方,柴晋,还有那二十几个偏富将,骑着马下了北户山,赶奔运州城,到城门脸儿这儿,其他人稍后,就是李师囊马快在最前边,一看天使官带着随从在这儿等着,没有天使官! 所以,李师囊就问,天使大人何在?天使大人正在城中吃茶,等着您,派我们到这儿迎接,哦,他为了急于弄清怎么回事,他就进城,这一早,李俊和柴晋带着人来后的跟着呢,大将军,no,我们跟着也进城,你们两个跟着进来吧,其他的人留到城外,先别进来, 这得,把李俊柴晋带进城去了,二十个帮手都留到城外了,哥俩跟着进城,到狮子街,李师囊回头看了看,二位啊,这样吧,看着没,路边有座小茶楼,你们二位先在这歇歇腿喝口茶,一会儿有什么事,我得找你们,哎,哎,哎,不能跟着了,哥俩进了小茶楼了,再一看, 李师囊留下四个人,在茶楼的门口冰着,不放心,得派人监视,哥俩心急活了,在这品着茶,心里揣摩着,下一步怎么办,按下他,咱不说,但是说,李师囊,回到大将军府,见着天使官,认识, 此人姓刘叫刘喜呀,刘喜从社州来的,李师囊款待,就问着刘喜,我说老弟,什么急事,你先看看圣旨,把圣旨取出来,李师囊展开一看,方拉亲笔鞋子,千叮名万主主,说现在形势对我不利, 据我所知,宋将亲同大军十万,已到了扬州,你前者说的,有个叫陈黄金的可能来投降,据我所知,好像其中有诈,不可不防, 这件事情,先压一压别败,如果他们来人,让他们原路返回,不准担爱,千千万万,哎呀,看完之后,李师囊就一皱眉,刘喜就问,大将军,有什么发愁的? 指意上所说,跟事实不符啊,晚了那么一步,人家这人都到了江边了,只是没有登案呢,你看这事麻烦不麻烦呢,这圣旨要早到一点,我干脆通知他,列过江就得了呗,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这,主公是放心不下,大权还在大将军掌握之中,您看,如果真保险,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您就决定了,登案就登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在大将军的管辖之下,不过我也发现这帮人贼没熟眼,我心里发毛也没笔, 怎么把他们打造回去呢? 报!三王方茂,有紧急公文,都来了,请! 方茂也派人送了一封信,夹击的,李师囊展开信一看,说的事跟方辣差不多,这三王方茂就说,据我查知, 现在宋江领兵已经到了扬州了,行事万分严峻,你可千万留神,最好封锁大江的江面,切割南北的联系,你要千千万万守住运州, 这是喉咙眼,至关重要啊,对北边来的人要严格盘查,不得有,当当当当。 哎,李师囊一看,好吧,真的住点雨,干脆,我把船只都收了,其他的人都打不走,不能留人。 他心里盘算着,正在这儿款待着咱不说,江边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这时间能短得了吗? 三百只船,快靠岸了,没靠,抛了毛了,在这儿铸杂平行,这李师囊时迟没有灰音, 两万多人都在船舱里等劲儿,谁能等得了,别人能忍,黑旋风李逵忍不了,他就在船舱里的憋着,李逵早都准备好了,手中踢着板斧,抓耳挠腮的,最后,他从舱里的冒出来了,晃着大黑脑的东张西望, 怎么回事啊,都要把人憋死了,怎么还不登陆,船舱的军军一看,哎呀,回家,人家怀疑了没有命令,不准登陆,你这一扎回家人发现就麻烦了,别咱娘听他的,有那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对了,夜长梦多,池则生变,都到了掩门前了,还能把他丢了吗? 弟兄们,登陆,这条船他说了算了,这百八十人嗷一嗓子,首先抢战瘫头,汤着水,登了路了,这路上都是南省的军队,南省的军队,哎,站住,没有我们大将军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靠近,去你妈的,杀! 他领着人交了手了,他这一交手,第二只穿上,兴者吴松,吴松一听外面一阵打乱,赶紧到苍外一看,坏了,交了手了,这就别留客气了,犹豫不得,率领他手下的人,也登了路了, 路至深,领着手下人,也登了路了,其他的哀娇胡汪鹰,暮红暮顺,眼睛都红了,既然登了路,开了头了,就冲吧, 这两万来人呢,呃了一声,冲到岸上,哎呦,岸上的南兵大乱了,坏了,他们要抢占北湖山,把他们赶下水去,不能叫他们登路,此中有诈,我们上了当了! 双方是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血战,咱这么说,梁山的弟兄,这么些年来,打得大仗小仗,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这一次,是最残酷的一次,南兵也十分勇敢,尤其六个统治官, 沈刚,潘文德,应名,徐统,张人,沈泽,这六个人都是万人敌啊,跨马轮到王帆冲锋了,一边喊着,一边打呀,把他们赶到水里去,不要叫他们登路,打呀,守住北湖山啊! 宋江的弟兄冲上来,叫人推到水里,冲上来,推到水里, 到了水里,他们一个反冲锋又登路,来回拉锯,拉一次锯,一片死尸,拉一片锯,死伤无数的人,把江边的江水全都染红了。 单说李逵闯,闯到北湖山的山根底下,一看全是树木,李逵分飞声,放火,点炸了! 撒上硫磺燕硝,引火之物,这一把火,北湖山着了,山火了。 那家那面积有多大一片,多远都能看着火光和浓烟,隔着大江的对岸看得清清楚。 宋江统领大军,正等着听前边的信,后来有人眼尖发现了, 鲍元帅,北湖山着了火了,哈? 宋江掌身望对岸一看,可不是吗?肯定交了手了,不能再犹豫了, 传国的命令,大队人马渡江,渡江。 宋江是亲统大军渡过长江,也到了北湖山。 这支胜利军一来还了得,这一登陆,那六个统治官领那边人哪能阻挡得住啊? 一看不行了,哇就撤下去了。 宋江一声令下就占领了北湖山, 马上整兵带队,是进攻运州城。 咱说运州城,有人呢,给吕石囊就报了劲儿了。 抱大将军可了不得了,您别再耽搁了。 宋江指挥人马登了路了,占领了北湖山,眼看就要进城了。 哎呀我的妈,吕石囊下得昏都飞了,怎么这么快? 我觉得不对劲儿嘛,哎? 真是不祥之招。 怪不这两天,我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晚上竟做噩梦,翻来覆去睡不着。 好,果然应验着,大祸临头啊。 这运州说什么我得确保,不能把他丢失啊。 来人,关闭城门,凡是北军,一个也不留。 还有我领来那俩人,先给我杀了,给我杀了。 但为时一晚,因为小玄丰拆进浑江龙里军,在那茶馆听信。 后来就听见北门呢,开了锅。 我给他说一遍。 哥俩出来探神一看,哎?哪冒烟这是啊? 再一听打起来。 哥俩把防神的力气全都拽出来,有四个人看着他们。 他们。 回去,你俩干什么? 回去啊! 对不起,不能听你们的。 一末声,这四个交代了。 杀完了哥俩一看把城门给开开得了,直扑城门。 到这展开一场血战 哥俩这浑身上下都染红了 把城门给开开了 门这一开 宋军可搂的往里灌 进城了 占领军州了 这城里的人也不白给呀 快点抢占城门 再关上 进来不就进来了 来个关门打狗 没进来的不能让他们进来 快强占城门 又来回拉锯 这会儿 梁山的英雄好汉 九尾龟陶宗望 这大人 轮着大撇桥 是冲锋在前 他刚进城门这 千金闸落下来 陶宗望抬头看 他明白 这玩儿咔嚓一下的 扎死了 那就里外不通气了 这回他豁出去 赶紧把两只大手伸起来 对着那扎板 哎 他把千金闸给屏住了 快点弟兄们 望里冲 我在这儿拖着 力拖千金闸 他那拖也大 个儿也高 像个大棍一样在这支 这千金闸说什么也落不下来 所以大伙利用这机会 能多进取人是最好 一会儿南军就通过来 往外推 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南军的指挥官沈刚一看 这大块头他谁呀 跑着来拖千金闸来 回马邀请他就过来了 小子 你不有本事吗 今儿个你给我载着 撑就这一轻 陶宗望能那再大 俩手拖着千金闸板 没有反抗的能力 躲都没地方躲 千金闸太山压顶了 一步也挪不了 瞪眼带着挨捅 因此沈刚这一枪 只刺透心窝 陶宗望身子一晃悠 说了一句 完了 我没看着抓方辣子 倒地身亡 这是宋江手下的弟兄 头一个牺牲 千金闸板刚望下一乱 李奎吴松 卢之身就赶到了 又把千金闸板给拖住了 李奎一看那个小子 拿着枪 把陶宗望给刺倒在地了 李奎眼珠子都红了 哇呀呀呀呀 小子 拿命来 李奎晃度 板鼠是直奔神刚 神刚催马邀请大战李奎 那李奎可是把手了 那沈刚算个什么呢 别看戳号叫青天神 那叫胡人 要真跟李奎碰在一块儿 他六个家一块儿也不行 也就十几个回合 让李奎手起一腹 先把马腿给砍舌 这青天神神刚大头超下就栽下了 李奎往前一根部 手起腹落 咔嚓一腹子 把神刚的狗头砍下 有一神潘文德 平刀赶到了 啊 还呀 大哥你死的太惨了 黑鬼 拿名来 轮到要砍李奎 斜刺李 武松 我儿郎赶到了 手舞双刀 来战潘文德 这潘文德就以为 那黑脸的厉害 没想到 这投脱和尚比他还厉害 雪亮的双刀 上下翻 这咔嚓一刀 马腿砍舌 他哭秋 顺着马脖子也出力下来了 让武松手起刀落 又捕了一刀 把人头砍下 两个同志官交代了 这武松翻回身 又杀到城门洞 帮着卢志身 搅起千金杂板 李奎顺着马道 冲到城顶上 把南军赶散 把千金杂板给死住 这回千金杂板 落不下来了 宋江的这马 可老子惯 就抢占了运州城 到处是火锅 到处是寒沙城 有人骑着快马 到将军府 给吕石囊送了劲 吕石囊一听 翻了 翻了 大师一去 我的运州城啊 运州 给我挡住 挡住 展开巷战 把他们顶出去 他就会发布命令 能顶得住 顶不住 后来几乎 城市的三分之二 都被宋军占领 吕石囊一看 真正大势一去 见识不好 撒腿就跑吧 一个宋信的 一个天使官 都跟着他 从东关逃走 率领残兵败将 是败走单突县 把这城扔下来 宋江大队人马 在掌灯之前 占领润州城 哎呀宋江心里 特特的高兴 再看手下这些弊兄 有瓜彩的 有受轻伤的 有受重伤的 但他不知道 九尾规逃中忘死了 作定之后 各将纷纷报功 这时候李俊哭着上来 哥哥 我们是打了声仗 陶兄弟 陶宗旺 被国捐躯了 与此同时 在混战当中 百花蛇杨春 跳剑舞 陈达 两位弟兄 被乱剑 活活射死 请哥哥定夺 啊 尸首 现在何处 就在院里头 宋江都不知 卖着哪条腿 领着众人 到院里一看 三张软霜 排着三具 血淋淋的尸体 头一字 九尾规逃中忘 早死多时了 再看百花蛇杨春 跳剑虎陈达 那身上射得 跟筛子一样 剑都拔起去了 蹊跷流血 也早死多时了 宋江是 浮尸大哭 顿足吹凶 极度呼吁 在场的弟兄 无不大哭 宋江心里想 自从我领着人马 转战南北 我这弟兄 无一伤亡 没想到 刚刚到了南省 这一仗 就伤死我三位弟兄 能不痛心 无用也掉眼泪 但是无用比较明智 最后劝宋江 哥哥 打仗能不死人吗 再者一说 老天也是公平 人家对方也死人 咱们的人也得死 哪有剔头挑子 一头热的道理 你说是不是 哥哥请先挨打 这种事情 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方辣没消灭之前 不定有多少弟兄 故意骗你 军师说的是 来啊 准备上好的官国 把他们装炼起来 就在北顾山下 丧埋聊吧 那能带着尸体去打仗吗 众人答应一声 选了一块基地 把仨人给掩埋了 宋江告诉 不要好来记号 将来得胜魂巢 还起着官材 把他们送回原界 给回归故土 宋江吩咐一声 赶紧救火 出帮安民 有人就问 哥哥 趁热打铁吧 不能让方辣他们喘气 宋江扁头继续进兵